现在是最后的冠亚冀军争夺战 三个人,每人都是最后一个币了 小孩一批,二批是大口 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币 那么还有一个历程呢,也是最后一个币 小孩打大口,他们两个胜者 来跟历程争夺最后的冠军 历程现在可以说是稳 对吧,稳拿两千了 对地拿两千,今天晚上冠军三千,亚军两千 第三名是一千 这场比赛败者拿一千 胜者有机会去拿三千 或者是两千 历程还有两个币啊,历程还有两个币呢 小孩在大口只剩下一个币了 历程是两个币点 现在对局是大口跳贼下逼两次 再确认一个无视超比差击 这个跳贼打逆向判定啊,真的是非常帅气啊 看来大口现在 现在也是只剩下劲了,准备一条三小孩 小孩前面是五个币,连输四个币 下币再确认一个小生龙 打到现在 谁还说前面是放水的兄弟们 谁还说前面是放水的呀 其实现在他们用的都是键盘你知道吗 都是用的就是键盘,不是摇杆啊 哎呀,小孩如果输的话,我估计键盘要砸了 跳低中水,压力向,哎呀 怎么不接大招了,大哥 你这个怎么串了个三段波出来呀 这把输的话就连输五个了 总共七个币啊 小孩说我不要面子的嘛 脸住五个,我不要面子的 来看场上对决 来对真科里斯面对地方两管血有点难了 加油小孩,我相信你是最胖的 用腿压力向,前跟上一个安妮纳地 现在反击头,大口 你在想什么呀兄弟,你在 大口现在满血 小孩只有最后这一,不到一个的血量 而且他现在没有气 大口马上两气满掉 中给破招 那现在偷下盘来不及 下低带对空 那么现在 大口拿下了小孩 小孩是今天晚上第三名 拿到一千块